好 柯文哲的金流要查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龙界先又爆料了 其实也不算爆料 就是就案重提一下 林秉书事件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曾经担任立委的新潮流大佬 曾经透过第三方支付跟ATM 汇出高达2900万元 新潮流的2900万就不必去查吗 难道因为现在是新潮流的天下 就不用查吗 那个喜欢曲棍球的男人不会贪污吗 他没有点名是谁 但是我们就是寻见找到新潮流跟曲棍球 找到了一个神秘的男子说了一段话 我们来看看 因为太神秘了 我们也不能够把他声音放出来 龙界先都没有提 我们就姑且 孤隐其名 那对 我们找出来就是打马赛克的 我们也没有 好了不演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 人家讲说 这2900万金流 难道是大理国的后代吗 大理国的后代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也不能说 大家自行查查看 什么叫做大理国 那怎么可以双标呢 司法会选择颜色办案吗 普罗大众会如何看待这件事 民众也不敢讲他是谁吗 这个新潮流真的是不敢得罪 否则会像被高铁撞到 这个是韩国瑜院长告诉我们的 那现在柯文哲查成这样 可是有没有同样的阵仗来查查看 这个新潮流的金流呢 还是说这民进党的钱 再多反正跟本案无关 他们都不会主动调查 但其他人哪怕是46万 哪怕是170万 任何钱通通都要查到底 那标准不一致吗 那看看现在赖庆德本命区的翻盘状况 台南市民呢 这个根据TVBS的民调 台南市民支持民众党的比例 从1月份的15%下滑 到只剩下6% 那尽管如此票会流向民进党吗 目前看起来这个本命区 就是这个蓝营是龙界先会出来 那但是谁对上龙界先迎面比较大 目前看起来林俊宪没办法 这个王定宇也没有办法 只有陈廷飞好像对上这个龙界先 稍微迎面大一些 那王定宇当然是因为这个 可能受到这个租房租的太低价的原因 然后有一点影响 所以当选几率是不是支持度有点下滑 那台南现在目前好几个人中箭落 林一锦助理费 然后郭国文去抢义士路 林俊宪是不是感觉上面好像也有受到一些波及 所以这个目前迎面也不高 那我们来看看2022年的台南市长选举 其实当时黄伟哲对上龙界先 就是只有大概4万多票的差距 就是龙界先只有小输一点点 那再到2024年总统大选 就是在台南选区的时候 赖萧沛其实也只有5成的支持度 过去台南动则是7 80%了 西瓜出来选都可以上 可是现在看起来差距越拉越小了 也就是说不再是铁板丁丁的一块了 那是不是接下来 如果你派出来任何一个人 你看赖清德赖神出马 都只能拿5成的支持度 你派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位 难道他们的这个支持度会高过赖神吗 难道他们在这个民进党的魅力 能够超过赖神吗 所以真的要选赢龙界先有这么简单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其实TPPS的调查是 8月23到8月30的调查 当时的柯文哲还没有 这个等于说还没有被这个深压 所以后续现在的这个事情 还持续在延烧当中 会不会有更多的民众党的票流向龙界先呢 因为根据这个民调发现 民众党的支持者有55% 是转而支持这个龙界先的 所以感觉起来 是不是有可能这一局会有变数呢 我们来问问看 永平姐怎么看 对 我觉得最后T台的这个民调 它的玄机就在于他调查的日期 他调查的日期呢 还没有发生这个检察官大翻车的问题 所以当检察官大翻车发现说 他们这么草率无礼的对待柯文哲之后 如果现在之后再去调查的话 可能白银流向支持 谢龙界的支持度还要高 围流绿营的还会变低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说真的 因为谢龙界要不肯点名 他要讲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的 跟曲棍球有干的神秘人物 那除了林秉书事情 我就也来帮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这号人物呢 当初在政坛跟新潮流系 有权势到什么程度呢 他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我想国益蛮有感的 他就直接觉得他可以指挥检调 大家还记不记得韩国瑜如何崛起的 就是那个时候 他们要夺韩国瑜北农董事长的案子 所以民进党就给他泼脏水说 你在北农董事长的任内 你账目不清 你有贪污 然后这位神秘人士 大家都知道的神秘人士 这个讲起来逻辑很奇怪 反正大家都知道的这位重量级人士 曲棍男 他就在质询 很凶狠的质询韩国瑜的时候 因为他是新系北流的负责人 他就直接说 检调就要去调查了 果不其然 这韩国瑜证实说时机都那么巧 他讲说检调 检调果然就去 然后韩国瑜怎么处理 他就把他所有账册 大家还记得那一幕 所有账册都堆满了一整个房间 什么什么的 他们全部严正以待 然后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出来 可是这个说明什么 这说明新潮流的势头大道 能够指挥检调 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能指挥检调 那时候蔡英文才刚上任不久 现在民进党已经蔡英文八年了 又进入到赖清德了 现在对司法的控制又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在2.0升级版 这些都是大家现在心里一个很大的疑问 好 来问博弈 我觉得赖清德现在虽然大权在握 党政一把招 但是有两个心头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他不舒服 心里有刺 第一个 柯文哲的存在 很明显 赖清德这次总统当选得票率40% 上一届2020年蔡英文得票率多少 57% 输很多 所以赖清德一定认为 民进党的年轻选票 都被柯文哲带走了 抢走了 他势必要不要拿回来 所以现在不管柯文哲的很多的 政治献金案 还是这个进化成案等等的 我相信绿营已经在处理了 但是柯文哲流失的票 接下来往哪边走 我觉得蓝要好好重视一下 千万不能够让他通通活流到 绿营那边去 这个对我们国民党 包括对于在野党是不利的 再第二个 我觉得赖清德心里 一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就是赖清德对于他的本命区 台南市的控制力度 弱了非常多 要知道赖清德在2014年 选台南市市长的时候 他得票率多高吗 7成3 这几乎是天高的一个数字 天花板 7成3得票率 这个几乎路边看到的人 都投给赖清德的 结果现在赖清德连心中 属意的人选都照顾不了 林俊宪 很明显的我们看到 TVBS的民调 林俊宪就是被陈廷飞压着打 而且赖清德是一直不停 打压陈廷飞 结果是陈廷飞越来越往上飞 林俊宪反而状况越来越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赖清德 之前在台南市执政的时候 问题一一浮现出来了 先我讲卢渣案 光电弊案 枪击问题 他的亲信还收贿 接受信招贷被重判 然后甚至是之前开米台风 我之前讲过非常妙 赖清德跑去了高雄屏东看灾 但他偏偏就是没有去台南看灾 硬拖了快半个月 才到台南去慰绕国军 感觉有一种就是 不敢面对以往 施政不利的感觉 可能基本的路平灯亮水沟通 都没有做好 所以才会造成现在 赖清德连他的本命区 台南都控制不了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当然是 南军的希望 接下来我相信民党内部 一定会有非常混乱的地方 到底陈廷飞出来 还是邻居县出来 甚至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出来 内斗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是逐渐的台面化 而国民党包括其他在野阵营 必须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趁他病要他命 这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我们团结在一起 我相信谢龙介 绝对有机会去翻转台南 就如同当时的韩国医院长 翻转高雄一样 重点是团结在一起 然后让民众真的知道 怎么样的政治人物 怎么样的县市首长 才能够对于地方上 有着真正的帮助 而不要是台南在赖清泽 执政这么久之后 在黄伟哲也执政这么久之后 台南的民众还剩下些什么 水来的时候一样淹大水 经济环境一样不好 民众没有觉得比较高兴 只知道票投给民进党 但最后换来的却是悲惨的下场 好 来问董哥 我们台南的兄弟大家听好 民国八十六年 我们台南市民进党开始接政 他叫张灿红 台南县呢 台南县82年 陈塘商开始执政 此后一直都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在台南 这一届再算进去的话超过30年 台南现在是怎样 各位朋友大家只要想一想看 台南的兄弟让人看衰啦 我给你说对不对 你看到就是这样嘛 赖清德在台南没有错是一尊神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他的B案一个一个的浮现 卢渣案其实是最明显 而且证据都确凿 郭再清被起诉 郭再清估计被起诉卢渣案的时候 检察官没有起诉他 那时候就调查他 调查他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起诉 因为赖清德的台南市政府环保局 来询论了检察官说 炉渣是可以再生的 不是那些废弃物 所以就没有了 后来里长还有当地老百姓不服 就一直检举一直检举 检举到前年选九而一 又在检举县市首长的时候 检察官就把他起诉 起诉说郭再清 这个东西不可能是那个嘛 还可以再回收 这个是废物嘛 所以把他起诉 你的不法首得二十一亿五千万 你就可以看到台南的水多深 那现在的 现在的太阳人 现在的这些案子 角头案 请问角头案有结果吗 两个月过去了 现在连角头叫什么名字 大家都已经忘了 我老实讲 是不是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整个台南的东西 赖清德过去太压霸了 所有东西都抓在手上 包括检调 检调不晓得陈宗燕 过去在干嘛吗 当然知道啊 检调不晓得 赖清德手下那些人 在接受怎么样的招待 在拿怎么样的钱吗 陈凯玲在干嘛吗 知道啊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案子过去都被压下来 谁压得下 台南之神赖清德吗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跟台南的相亲 在台南 不能说看谁笑 我们就想看台南要改变 要怎么样 外人做看嘛 大家换换人做做看啊 不要老是民进党 这个派系换那个派系 这些年来都是新潮流在主导 那我们台南 就是像一块肉 在那边让人换个皮 你有什么样的尊严在这里 所以讲真的